还有蛮多题目的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画画看 像这个菜篮 这个篮子的挑战度就蛮高的 这需要用回转 那回转你只要做出一个之后 其他用回转就回转出来了 有没有前面我们做过回转吗 像那个CRT萤幕的那个下面不是有回转 那个碗状的东西有没有 或者像这种篮子啊什么的 都类似像这种这种方来做 然后这个也其他 其实也可以这个也是做2D 2D之后再把它变3D了 这个基本上也差不多 只是做多一些倒角出来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看起来好像也蛮复杂的 不过基本上就是要做出一个 但是你光做出这个 看起来其实就已经很有挑战性了 最后也是一样做回转 可以把它转出来 不过其实看起来你会发现啊 真的要很花时间 而且解法 每个老师解的都不太一样 有快有慢 也有一些 每个人解法的这个诀窍 还有习惯性也不一样 那你说哪一种画法最好 其实有时候 你自己的感觉对的就是最好了 你画了出来 然后又快又精准 那是当然最好的方法 OK那房子部分的话 我们顺便啊 刚刚都在讲那有关楼梯 有旋转楼梯 跟这个 跟公寓的楼梯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话 基本上他要我们画出 就是这个房子的四个墙 那这个墙大门在这里 那我如果今天要挖什么呢 这样子啊 这个是前门好了 前门两个 这边有两个窗 有两个窗户 那他的那个 等于是右侧 会有也是挖两个 然后他的左侧就挖了八个 挖空的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基本上 当然最简单的画法 你可以用在在里面有没有3D 你可以用直接3D画 或者你不会3D画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画2D 上市图这应该2D画出来 然后相关尺寸大概了解一下 基本上是传统的话 你可以先画个矩形 800600对 然后呢 他的这边有个间距是24 所以你可以偏移24 偏移24之后的话 那中间这边要把它挖掉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边画线嘛 那再把这个地方挖掉不就好了 那再利用什么暗拉或挤出 把它挤出高度多少 240 有吗 240就出来了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先画前面的窗户 前面的窗户的话有两个 那前面窗户这两个 他有给我们尺寸 这两个的话包含就是 200 然后还有什么 200跟140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画呢 基本上你可以 当然有一个指定叫TK啦 TK就追踪 有没有 你可以假设是我今天呢 我的这个点 这边50对 那这边也是间距50 这高这边这边50对 那这边多少 这边也50嘛 所以呢 如果今天要追到我的点不在这一点 而在这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TK的指令 但是TK很多同学可能TK很容易做错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看是怎样 你先画一个矩形在这边 然后再把它移动两次不就好了 也是一样啦 或者你再画一个矩形无私无私 移到那个矩形的端点上也可以啦 那做完之后一个 再利用近色另外一个 那你可以先画2D 再把它用什么 用按拉 有没有 一按拉就出来 或者用挤出 可是挤出还要再把它插击掉 有没有 因为你挤出之后的话 会多一个实体 你还要把它用这个这个 把它再再再插击掉 那另外的话 这边这边的宽跟高多少 这边好像是180 对 180 180 然后高多少 高应该是120 然后这边应该有相关尺寸在这边120 所以180 120 另外小的这边 这边要总共几个呢 这边总共8个对 然后尺寸分别是多少 48 48 48 所以这边有个48 跟我们讲48 另外的话 这边的宽度多少 这边 48 是不是举行 不是举行 48 然后还要再把它相除 就是多少 600除以9 因为它是怎么样 它底下有个什么 等分嘛 总共几等分呢 总共9等分 所以呢 它总共有600 所以其实将来我们就可以讲 用600 600除以的话 除以9就可以了 但我不知道没关系 它还帮我算 OK 所以这边是48 这边是600除以9 那其他的话呢 就把它挖空就可以了 OK 啊不过这里 如果你用按拉的话 你要按拉8次 所以你可以挤出 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挤出五个板 那这边有八个 你可以挤出之后 再插一下就可以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第16题的部分 这个部分 减